這個蔡總統就是提醒大家說 2015年的時候 怎麼會說我跟這個民主黨不熟裝熟呢 當時歐巴馬執政的時候 我可是第一個進入白宮的總統候選人 可是這個退役少校張靖嗆聲 有本事你跟拜登通話啊 有沒有可能啊 2015年那一次我有陪同 你有去 我在白宮外面 那那個是一個不容易的氛圍 我先講那種鴨寶說 我今天在外交委員會主持整個早上的會議 國民黨到今天來質詢外交部長 就一定要逼台灣你有鴨寶這樣子 然後那個部長吳昭九在那邊考驗看 我說我要是吳部長 我要一定給啼笑 他就一個來解釋一次 一個來解釋一次 沒有沒有鴨寶 個別的人可以表達你的意見 但是政府不宜做別的國家的任何一個政黨的拉拉隊 何況是這麼重要的外交關係 那你現在都跟川普那麼好 請接受一件常識 現在美國執政的政府叫做川普政府 我們在主理政務怎麼可能 不會跟他往來比較多嗎 如果現在執政的政府是歐巴馬政府 難道民進黨就在壓寶民主黨嗎 因為執政 那反過來講 美國現在到台灣接觸的總統 一定是民進黨籍的 美國人都來台灣接觸立法院 民進黨籍的 也就是執政的政府互動 跟政治上壓寶要分出來 可是國民黨說鐵證如山啊 有立委戴口罩啊 那你就把蔡玉拖去槍斃嘛 蔡玉戴口罩代表政府壓寶 這哪一國邏輯啊 那你林維州公開講說他支持拜登 那你國民黨是不是壓寶 國民黨壓的 國民黨壓的是習近平嘛 是因為壓的習近平恨不得台灣 跟美國關係搞壞掉 剛才義福講當年的民德小組 其實也是面對 季辛吉的一個中國政策留下來 我們台灣一定要拉著美國 日本一起來對抗中共的壓力 對 如果把美國跟日本的關係打壞掉了 台灣就變成中國共產黨 很容易掌握的一個國家 那我們的未來就完了嘛 所以搞壞日本或者美國關係 對台灣沒有好處 從經濟看也不好 從軍事看也不好 所以在2015年那一次 我們從先從加州進來 那AIT派人來接 後來我們到西加古 後來就到了 那是第二次到西加古 後來我們就到了華府 在華府的時候 那個時候蔡英文 2015年沒有一官半職 他的身份叫做民進黨 2016年總統候選人 而這位總統候選人 進到白宮裡面 待了一個多小時 我們在外面那個公園 實在是站來站去 看烏鴉飛來飛去而已 那就是他進去聊一個小時 那時候陪他的 一個多小時 有吳釗燮 吳釗燮那個時候 是民進黨的駐美代表 注意喔不是國家的 是民進黨的駐美代表 那沒什麼好處 然後呢 另外一位蕭美琴是立法委員 我們都是團員 那他們三位進去 當時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那時候副國務卿 那個布林肯 我印象他去巴黎 還騎腳踏車摔傷 然後他回來之後 在那邊聊了一個多小時 那另外呢 現在講的是這個 有可能要當國防部長的 我覺得拜登還沒有正式阻隔 我們也不要猜 但這一位 菲諾諾伊 這一位女士 是個很強悍的女士 雖然是自由派 他事實上 沒有一官半職的時候 以智庫的創辦人 蔡英文總統 沒有一官半職 見過他 蔡英文總統 擔任總統 也接見他 也就是說 你要培養一個 長久的關係 不是那個壓保 你以為外交關係就是 嘿我壓你贏 你當選我們兩關係就很好 後我壓你當選 壓錯了 我們就完蛋 外交關係沒有那麼幼稚 我也不相信國民黨這麼幼稚 你們裡面不是一大堆 當過大使或外交官的人嗎 那些人都不在黨 那些人在也變幼稚 我跟你講 全黨落字化 這個中國方面 對於拜登上台之後 他是低調再低調 到現在連什麼祝賀通通都沒有 那當然按照德國媒體的分析 認為原因在於 第一當然大家都知道 怕交接之前激怒川普 但是剛剛我們也特別提到了 這又奇怪了 中國偏偏在這個時候 又對香港有了這個大動作 撤銷了那個香港 支持香港獨立的那個四個 國會的立法會的這個議員 他們的這個資格 看起來又似乎不怕激怒川普 那另外就是他們認為 拜登曾經在新疆議題上 罵中共是在種族屠殺 而且還罵過習近平是惡棍 所以現在就是因為 這個拜登之前講過的話 所以北京認為我發賀電 我也不可能討好拜登 那你怎麼看 北京現在它到底盤算的是什麼 其實我們今天 台灣大概是除了美國之外 最關心美國總統大選的 已經過了一個禮拜 幾乎所有的民眾還是討論 川普當選還是拜登當選 其實剛才定語和 年晃講了幾件事情 其實大家可以思考 你不用當川普啦啦隊 也不用當拜登的傳聲筒 誰比較親中 誰比較親臺 我們其實在這個節目 談得很清楚 他們一定親美 你看看美國川普的口號叫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他不是讓你台灣再次偉大 是讓美國再次偉大 拜登的口號什麼 Battle for the soul of the nation 為這個國家的心靈而戰 他絕對不是為台灣 是為美國 今天 川普在每一個場合 他會把那個話重複的講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Safe Again Strong Again Proud Again And Wills Again 我要讓美國再次偉大 讓美國再次驕傲 讓美國再次富有 讓美國再次安全 讓美國再次怎麼樣 他所有的強調是美國 所以這些人一定是親美 當台灣的國家利益 只要跟美國的國家利益重疊 你不用擔心它是一氣 它需要 我們非常清楚 我不敢說 未來10年20年以後的事情 起碼在下一任美國總統 台灣在經濟上 在政治上 在軍事上 甚至在戰略地位上面 台灣跟美國的利益 是幾乎重疊的 那你認為中國現在害怕的是什麼 其實 中國要害怕 台灣也需要擔心的 其實剛才定義也講到 這個事情發生過沒有 現在接下來70天 才是台灣最需要擔心的 沒有總統 或是分裂國總統 這對台灣在未來 基本上來講 在對抗中共過程當中 會比較辛苦 因為這個德國媒體 其實也分析 中國現在是非常緊張的 他們現在也在觀察 拜登未來的 中國政策的首相會是什麼 所以看起來外界認為拜登其實比較輕忠 可是連中國自己對這一點他都沒有把握 所以你怎麼看 拜登這個未來的主席 很多人說他是擅長打團體戰的 那他要怎麼去打這個團體戰 你怎麼看這個未來的發展 未來發展就是拜登是老牌的外交出身 然後到副總統的任內也幫了歐巴馬很多忙 而且多邊主義他是個比較溫和的人 那現在呢 習近平跟有兩個代表性的人很怕 一個叫習近平 一個叫胡錫進 胡錫進本來是最環球時報最硬派的 都講狠話 對美國啊 對對台灣講狠話 可是最近他說冷靜 冷靜再冷靜 他是不是很怕他非常怕川普 這個剩下的七十天會搞會有什麼攻擊的事情 我感覺胡錫進改了 我覺得胡錫進現在連呼吸都反覆練習 我覺得很開心 很討厭胡錫進 因為每天搞我們我就很煩 膽子很小這樣我看的還蠻開心的 然後呢 那接下來這個拜登跟川普這兩個人 再看誰贏誰贏 當然我認為還是川普有機會 拜登還是機會大得多了 因為票已經開了 告告不告再說了再說了 長久以來 我覺得他跟歐巴馬會完全不一樣 因為以前一個中國政策的時候 那是要 然後拜登呢 當然我們國民黨 對拜登印象稍微比較好啦 其實就是拜登支持度大概就30 川普就43嘛 這是一個美國割裂 台灣也割裂了 其實藍綠也是分開的 那我今天要講一下這個 這個花絮 你看到沒有 拜登帥不帥 年輕人的時候 超帥 那個哦 眉如臥蠶 眼如藍寶 右邊那個是拜登25歲的時候 來來來來 這個這個這個那個拜登 這個是很帥的美國隊長 最紅的美國大明星 好像美國隊長哦 可是他比美國隊長還帥 你看你看他的長相 然後呢 齒如貝殼 對哦 然後那個嘴如零角哦 然後這個這個額頭是這個地角方圓 那下巴是非常的圓潤哦 他根本就是滿美國的精神五毛 我看 我說拜登超帥 拜登真的比美國隊長還帥 美國隊長的臉還長得沒有他那麼那麼細 而且他速度也很有氣質啊 那那美國這個隊長哦 也是已經很帥了 已經是非常帥 可是他的那個有一點 英勾比像 美國隊長 美國的象徵吉祥物就是那個 白頭鷹嘛 白頭鷹 對 他的他的這個 人家是國鳥 不是國鳥 不是吉祥物 國家的象徵國鳥 然後呢 他的手很粗 美國隊長 有點像劉德華那個大隻老 你也很壯 然後拜登呢 當然身材沒有他那麼好 可是他他很修長 而且他79歲